那么老子说 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万物 道生一 道排在第一了 这个原来呢 他不是这样的 原来他是一个宗教信仰 他放在第一 现在道放在第一 孔子说呢 朝闻道 须此可以 道成听了道 晚上死了也值得了 但是这个道不是一般的道 他是天人之道 那么他是一个 具有终极关怀的这么一个 一个概念 那么周易上说 阴阳之味道 所以春秋战国之后 中国的思想重心 已经转成了道 是一道统教 我认为这是 这是我对春秋战国 这个中国思想大事的一个总结 那教还在 不是没了 但是呢 他的一个更高的提升 一个哲学上 一个更高的提升 那么道和教的关系是什么呢 道和教的关系 中庸讲得非常精辟 修道之味教 教是用来干什么的 用来修道的 那个道 才是教的灵魂 这个道 又是天人合一之道 怎么修道 如何修道呢 孔子最重视一个概念 就是学 大家看 论语有这么一句话 孔子说的 君子学一致其道 所以孔子那个学 不是今天的学知识 包括知识 主要不是知识 是学道 君子学一致其道 他不是知识教育 他是一种道的教育 人格养成教育 他把这个 他把人变成了一个学道 修道 实践道的一个主体 而这个道的具体内容 就是诗书里乐 在六经里边 欢迎认识 感谢